俗哥说电影,不好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13号星期五的第二部 影片开场 由于自己的儿子杰森在夏令营时淹死在了河里 因此李大妈把这件事归咎于没有尽到责任的几位辅导员的身上 为了替儿子报仇 李大妈举起了手里的屠刀 很快就干掉了两位当事人 可是在收拾龙套姐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抗 这李大妈毕竟是上了年纪 在肉果斩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龙套姐趁虚而入一刀把李大妈的头一砍掉 不死战神杰森一看自己的妈咪被人杀了那能干吗 为了替妈咪报仇 杰森潜入龙套姐家 略施小计就把龙套姐送进去上帝了 五年后的一天 大学生狗盛和春花开车来到了水晶湖露营区附近的某校镇 准备和他们的朋友大鼻头一起前往距离水晶湖露营区不远的另一个露营区 两人正给大鼻头打电话的时候 善良的王大白突然出现了 王大白说我已经跟很多人说过了 可他们就是不听劝 那水晶湖露营区可不能去了 谁去谁个儿逼 转场之后 狗盛春花和大鼻头开车抢往露营区 和一帮倒霉蛋一起参加露营顾问的集训 除了狗盛春花和大鼻头之外 参加这次集训的还有秋菊和川柱 伦以哥和东梅等人 铁锤是负责此次集训的教官 他的助手下河不仅性感迷人 而且还跟铁锤一围 晚上大家围着篝火讲故事的时候 铁锤开始吓唬这帮人了 铁锤说杰森被淹死之后 尸体一直没找到 镇上老一辈的人说他还在护理 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荒野中流浪的冤魂 这哥们平时靠打掠和吃野菜过人 据说有人曾见过 就在这一带 为了替他妈咪报仇 自要是有人敢进入他的领地 他是见一个杀一个 五年来咱是第一批来到此地的人 换句话来说 咱就是他的菜了 就是来送外卖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鼻头戴着个头套突然窜了出来 一通大呼小叫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叫 铁锤说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水晶湖可是禁地 谁也不能去 接下来是出事前的休闲时间 一帮人是鱼找鱼 瞎找瞎 乌龟找王八 栓柱一直忠惊秋菊 可秋菊对他是爱大不了 春花是个作思想闹手 一直怂恿狗盛 去水晶湖陆营区转一转看一看 试试能不能领盒饭 长夜漫漫 铁锤无心睡觉 于是便去找夏合夏胡闹 年轻人熬也还能理解 可这王大白大半夜的也不睡觉 当他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被杰森七里咔嚓给杀了 转过天 狗圣被春花拽到了水晶湖陆营区 两人正瞎悬磨的时候 撞见了警察胡子书 胡子书说 铁锤啊 你作为教官 能不能管好你那些脑残的血液 水晶湖陆营区可是不祥之地 谁去谁去屁 胡子书在返回的途中 突然看到杰森的身影 从车前一晃不见了 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警察 这种事他可不能不管 胡子书在森林里狂奔了一会儿之后 摸到了杰森所住的别墅 他推门进去一看呢 发现这屋里装修的是真不错 家具也是骨香骨色 当他正瞎悬磨的时候 杰森上去就是一榔头 胡子书惨叫了一声 细分正是杀了情了 到了晚上 教官铁锤带着一帮学员 到镇上的夜总会狂欢 把几个倒霉袋留在家里等死 爱无聊赖的秋菊跳到河流游泳 当他打算上岸的时候 发现衣服被暗恋他的栓柱给偷走了 栓柱在前面跑 秋菊在后边推 两人刚来到一处空地 栓柱就中了杰森早已布下的见角 栓柱整个人大头朝下再也不得死 趁着秋菊回去找工具的时候 杰森拿着大肯刀把栓柱给杀了 秋菊跑回去一看 吓得是花枝乱颤 东梅一直很喜欢伦以哥 伦以哥虽然腿脚不利索 但对爱情的追逐早已是见不如飞 狼有情没有义 两人当即决定一起闷闷闭闭 东梅回去换衣服 伦以哥这心里放不下 唯恐东梅变挖 于是便推着伦以出门寻找 杰森一看心想 坐着伦以还下球转 你不领喝饭谁领喝饭 狗圣和春花正瞎胡闹的时候 杰森进屋直接就让二位交了饭票 香喷喷的东梅换好衣服找伦以哥 黑仙被子戴着头套的杰森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姐妹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鸟 看着杰森手里寒光闪闪的匕首 东梅是头发蒙腿发战 当时就那块儿发 到了后晚夜 铁锤和夏合还比完开着车回到营地 两人一进屋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意识到可能是出了什么事 两人来到二楼 发现床上全是血泥 他们正在屋里瞎悬末的时候 杰森突然出现了 紧接着是铁锤和杰森的一场入国战 夏合在旁边光看热闹不过忙 时间不大这铁锤就被做得不省人事 夏合一看大事不好 末头就跑 恐怖片的传统套路永远都是这样 关键时候屋里必停电还得下手转 汽车打不着电话要到先 不过这夏合的求生欲和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 跟杰森斗志斗勇 智商一直没掉下 本来这夏合隐藏的挺好 可由于被吓尿不幸被杰森给发现 夏合一看也豁出去了 随手从柜子里抄起了电锯 杰森没料到对方会有这一手 当时就被送送圈了 随后夏合开始玩门的逃产 在逃跑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姐妹的方向感不是一般的差 我的地盘我做主 夏合摸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那又好 眼瞅着杰森要破门而入 这夏合灵机一度 穿上了杰森妈咪的猫衣 开始忽悠这位精神不太正常的杀手皇 刚开始杰森还真被迷惑了 可很快这哥们就发现上当 眼瞅着夏合要倒霉 苏醒过来的铁锤及时赶到 第二次跟杰森交手 这铁锤还是不扛走 这次夏合没有袖手扛管 上去就把杰森穿了个头圈的 拽掉杰森的头套 两人都被杰森丑陋的相貌给瞎叫 影片的最后留下了一个拳借 杰森似乎并没有死 而铁锤好像已经领了好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一样 游客同志请注意 危险地方不要去 如果你要不听劝 很有可能嗝的屁